Hello,大家好 娱乐圈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大染缸 这里汇聚了无数明星和各路富豪大佬 其中一些女星为了快速翻红 在背后做出一些有损名声的事情 如任干爹,耍手段,潜规则,当小三 为了名利不择手段 但总有一些女明星坚守本分,充满正义感 她们不棒富豪,不滥情,个个都是清白干净 今天我们来盘点下中国最干净的十位女星 看看你喜欢的明星是否上榜呢 1.刘诗诗 从小学习芭蕾的刘诗诗是最具气质的女星代表之一 以其简约大气的风格在娱乐圈中读书一致 她的简约,是对自我认知的深刻理解 是对生活态度的独特诠释 她明白,真正的美丽并非来自外在的华丽与繁复 而是源于内心的平和与自信 因此,她注重内在的修养与提升 通过不断学习,思考和实践 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丰富和充实 在嫁给吴奇隆后 她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家庭和孩子的照顾上 作品产量也相对较少 去年的新作品《迎面观山》 播出她成功重返一姐地位 但随后几乎处于半退休状态 但粉丝们都理解 她只是在享受岁月静好的生活状态 修身养性罢了 在娱乐圈充斥着各种绯闻流言的环境中 刘诗诗出道多年却没有任何绯闻传出 也从未刻意炒作自己 著名狗仔卓伟曾经称赞她是娱乐圈中最干净的女明星 可见她在圈内的地位 二 温征荣 温征荣出道将近25年 在演艺事业上已经有了长足发展 她曾在多部戏剧中塑造了深入人心的经典角色 如《错爱一生》中的顾一罗 《千山木雪》中的穆永飞 以及《云之雨》中的乌姬等 无论是古装 民国 还是现代 谍战题材 她都有所涉猎 每一部作品中 温征荣都展现出了极高的演技水准 尤其是在饰演性格张扬跋扈的顾一罗一角时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个角色或多或少也限制了她未来的系路发展 使她难以再次爆红 但对于温征荣来说 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才是她最重要的追求 她是从黄磊与海青是同班同学 在黄磊的严格要求下 温征荣对表演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 这对她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 温征荣是一个内心十分低调的人 她不喜欢炒作和应酬 从未传出过任何绯闻 在家庭方面 她也极力保护着家人的隐私 从未公开过家庭信息 如今 她和丈夫已经相伴26年 感情依然非常深厚 作为一名资深女演员 温征荣展现出的专业素养和生活状态 都值得广大观众学习和敬佩 三 曾黎 曾黎堪称娱乐圈中佛系演员的代表 在她的同学们还在翘课或辍学去拍戏时 曾黎仍在认真学习表演 专业课老师曾经评价她一定会成为大青衣 她的表演风格独特 记忆精湛 深受观众和业内人士的赞誉 曾黎的京剧单品数量多达上百种 包括传统剧目 新编戏 折子戏等多种演出形式 并且在国内享有盛誉 也在国际舞台上备受赞誉 曾黎一直保持着低调的姿态 注重自己的演艺修养 她甜美的笑容如春风般温暖人心 但在她的眼神中 可以看到演技派女星的独特魅力 她不求张扬 更加专注于每一个角色的刻画和演艺 虽然每次她出现 总有人惋惜她没有登顶自己的巅峰 对于淡薄名利的曾黎来说 这些都无关紧要了吧 4.永梅 永梅毕业于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出道前是一家外贸公司的普通职员 后来无意中参加了许歌辉主持的一档节目 被发掘而进入演艺圈 尝到拍戏的乐趣后 她干脆辞掉了原先的工作 专心投身演员事业 2019年 凭借电影《第九天长》 永梅荣获第69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可谓实至名归的影后 很多人都觉得出乎意料 但她的实力远超想象 永梅是一个充满勇气和自由精神的女性 喜欢哭炫的机车和摇滚音乐 曾一个人骑摩托从北京骑到内蒙古 更有趣的是 她的丈夫是黑豹乐队的成员蓝树 两人的名字连在一起就是永梅蓝树 非常恩爱 多年来 永梅从未陷入任何绯闻 也从未寻求一副富豪 而是将全部精力集中在演技提升上 她塑造的小欢喜中的刘静阿姨 就是她最具代表性的角色 总的来说 永梅是一位真正干净 正直的女演员 值得广大观众尊重和喜爱 五 西美娟 西美娟则是国家一级演员 全国人大代表 是中国影视界资深的老戏骨 她以精湛的演技和高远的艺术修养 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赞誉 被视为娱乐圈中的一股清流 无论是出席什么场合 西美娟总是给人优雅端庄的印象 从不炫耀珠宝首饰 有时甚至会戴上黑框眼镜 她对老龄化也坦然接受 堪称是优雅老去的母版 六 潘红 她是八十年代新时期三大女性之一 饰演恶婆婆和丈母娘的专业户 但现实生活中的潘红 却是一个温柔有力量的女性 作为家中长女 父亲去世后 她担负起抚养母亲和妹妹的重任 很早就尝尽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这让她成长为一个冷傲坚韧的女性 但感情方面却屡遭挫折 从2003年开始 潘红便开始修身养性 信奉佛教 几十年来从未传出任何绯闻 过着简约无谦的生活 她曾坦言 如果人生能重来 愿做一个普通的母亲 潘红是娱乐圈中值得敬佩的清流 以自身的专业精神和高尚品德 为广大观众树立了优秀的榜样 7 圆泉 圆泉则是一位实力派演员 无论在我的前半生还是流经岁月中 她都能将配角塑造得比主角更为出色 每当她出现 观众都认为这部作品必定不错 圆泉身上散发着一种高级之性美 这是因为从出道以来 她就远离名利场 专心研究演技 不为五斗米折腰 对于圆泉的表演 王金毫不吝啬地赞扬道 她是这个时代最出色的女演员之一 观看她演戏真是一种享受 可见圆泉的演技 深受观众和业内人士的认可 她也是一位热爱生活的人 喜欢旅行和阅读 不断充实自己的内心世界 8 齐海露 齐海露是娱乐圈中少有的改喻直言的女演员 性格非常直爽 有大家姐的风范 虽然私下爱看一些小说 但在工作中 她从不演示自己强势的气质 经常帮助片场的后辈演员 多年来她一直扎根于演技的磨练 从不与同行比美 有话直说不吝赞美或批评 这种善良可靠的性格 让她在圈内人缘很好 9 何赛飞 何赛飞是一位热爱传统戏曲艺术的表演艺术家 她常在相关综艺节目上宣传乐剧 并亲自登台现场 何赛飞是一位老艺术家 终生致力于戏曲和演艺事业的结合 不为名利所驱动 不炒作不传绯闻 最后一位是严炳燕 她被认为是中国最被低估的女演员 有着出色的演技和实力 即使35岁时就凭借万件穿新 获得多项影后奖 但她一直保持低调 正如她的好友李乃文所言 严炳燕在演艺圈中有着坚定的原则 她对待戏剧的态度比谁都认真 她的职业道德和经验精神无人可比 经济和社会地位在她面前都变得微不足道 因为对她而言 戏剧是她的生命 是她情感的宣泄 她对戏剧的热爱胜过一切 这些女演员都是娱乐圈中难得的清流 她们用专业精神和高尚品德 为广大观众树立了优秀的榜样 她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从未陷入细闻漩涡 专心致力于自身的演艺事业发展 在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娱乐圈环境中 要想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努力取得成就 确实比登天还要困难 但这些女演员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性 不建筑前规则和捷径而是脚踏实地的拍戏 同样也能拼得事业有成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